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集聚精诚地域特色 在做工方面 以泥为基本原料 在绘画方面 一开始是严格按照人体脸部比例进行绘画 后来经几代老艺人将脸谱形象加以变形夸张 形成现在的风格 脸谱一书 是有着浓郁中国文化属性的一门艺术 它具有雅俗贡赏的特点 目前 脸谱艺术在国内外都很流行 已经被大家公认为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之一 今天啊 我来教大家画这个脸儿叫火帕尔棺 这个脸是红的 我呢 先给大家勾一个墨线 让大家先明白哪一块是眼瓦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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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完这个盐瓦 我现在在勾这个是胡橙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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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割完了 之后我们就把这个 割完的这个烟瓦呢 这可以填上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之一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之一 前方的标识之一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之一 有一个 implications 是有有 encont的传统文化的标识之一 Зна Text我说 你事实的周识之一 我們的标识之一 重 fairy insightful 现ly准秤一 是 Morgan 有新 grilled 咱们这是填半部分 就是这半部分是画的勾的线 这样的话呢 你一看就能明白 这勾线是怎么勾 然后这半部分是哪部分是填 填黑色 咱们就画一个这种示范的 让大家一看就能明白 之后这个眼睛把它画两个半圆 把它填上和眼珠 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画下一步的红 红的这一部分 我为了让大家看明白 我把它都勾成线 首先来讲呢 咱们先把这个地方 画上这个一个灰的一个公字似的 可能我给比伙比伙吧 这样子 把这个灰的这部分画完之后呢 然后把那个眼 眼睛这部分 这眼瓦这部分呢 也是画上一圈灰线 这个也是都是灰线 画完之后呢 我们这半部分和这半部分是完全一样的 中间呢 咱们画一个金鼻子 金鼻子底下呢 我们画了点黄 可以啊 可以不画 就看见现在这样子就可以 就是你能看到这样 你就能明白要该画的那一部分 鼻子画黄 脑门画黄 画完黄之后呢 再压上这金 就非常好了 之后呢 我再给大家呢 把这红讲一讲 这红这部分呢 是我把这个灰都画完以后 所有露着的地方 我都把它勾上红线 勾上红线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填上 看清楚了 一定要填满一点 把白线的这个边一定勾齐了 留也留一样宽 留这白边的时候留一样宽 一切呢 都随着这胡茬走 到耳朵根底下这儿 要把耳朵留出来 耳朵我们要上肉色的 上了半部分就已经看出 整体效果来了 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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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